iPhone X終於來了 我其實已經很多朋友都拿到了 這次的亮點是什麼 這亮點簡單講就是說 它第一個你可以看到它手機的尺寸的握感 它是5吋大小 但是整個螢幕是5.8吋代表什麼 它比你的iPhone 8 Plus的5.5吋 螢幕還大 然後握感起來 又手感更好 這次的重量剛好介於iPhone 8 跟8 Plus的中間 所以它其實拿起來 不會太重 直立鏡頭 然後它背後也是玻璃 前後都玻璃 重點是大家今天一直在草論 就是它取消了Home鍵 沒有Home鍵我們怎麼用 我等一下順便教大家很快速的上手 然後大家最注目的就是它的Face ID Face ID是這次最大的特色 因為沒有Home鍵對不對 沒錯 所以我們直接來幫美人姐設定好不好 好 很簡單我先輸進來 反正我今天也要拿到我的iPhone X 對 好 然後我們按一下開始設定 來了 那美人姐 上下左右 頭轉動 上下左右 頭轉動 轉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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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我要一直笑嗎還是 不要 你就轉動就可以了 好像在做運動一樣的轉動 好了 再一次 第一次Face ID少了 第二次再來再轉動 對 再轉 轉 好像運動一樣轉動 所以它還 搞定 好了 完成了 完成了 好 那這個時候完成呢 比如說 你現在呢 要用臉部解鎖進去對不對 只有你的臉可以 好 所以現在怎樣 我們讓大家看一下 來 你看它已經解鎖成功了 為什麼 因為它已經掃到你了 它已經亮了 它已經亮了 它什麼時候 來 這一台這一機要 來直接按下去 現在鎖住對不對 鎖頭 好來 美人姐 好解鎖 立刻解鎖 那個鎖頭 立刻那個 所以這隻是我的了 沒有我 那隻是你的了 但是美人姐 還有一個很大的一個功能 for女生族群專用的 什麼 老公眼睛如果閉上去的時候 是不是也可以解鎖 是不是 是可以 真的嗎 真的 那我閉上眼睛 閉上眼睛 來我來做一個設定 所以你就是半夜 找你老公的臉 你就知道他手機裡面有什麼 沒錯 真的 這是真的 你看它在哪裡 我閉眼睛 來給大家看 這裡 這邊有一個叫注視這邊 使用Face ID 需要注視螢幕 這邊呢 意思是你把它關掉 好 然後確定 這個時候 確定 你閉著眼睛就可以了 OK 好 我現在回到開始對不對 沒錯 一按 你看喔 各位它這個是鎖住了 鎖住了 好 這個鎖頭 這邊是鎖住了 我現在沒有 沒有睜開眼睛喔 等一下 解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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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厲害 是不是 這是很方便耶 但美人姐我想要在那裡玩一個東西 因為這個大家都很喜歡玩 就是呢 你可以把它變成裡面的角色 對 對 它叫Emoji 這邊有12隻 動物 12生肖 對 然後我們讓美人姐來玩 很簡單 來美人姐你拿著 好 然後呢你想要哪一個動物 明年狗年 狗年好 然後呢它可以錄製10秒 傳給你的朋友 OK 然後你看你剛剛OK 它是不是已經在動了 對 好 那你就可以把你的表情錄進去 好 所以我現在錄喔 好 一二三 祝你生日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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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好了 祝你生日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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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我可以傳這個給別人 沒錯 只要有iPhone的 沒有iPhone X 一樣可以傳給別人 哇 這個厲害喔 真的 哇 就為了這個要花那麼多錢啊 天啊 可是剛才它那個掃描 它原來不是只有臉耶 它還包括整個的細部表情 全部 我現在知道3D感測 為什麼這麼厲害了 沒錯 哇 真的太厲害了 燕莉 對 這個有可能被破解嗎 有啊 因為事實上這個iPhone X上市之後啊 包括國內 國外 不管是一些這個手機達人 部落客或者是媒體 進行了一連串相關的一個測試 我們先講國外好了 CNN找了一對滿漂亮的雙胞胎的姐妹花 來做測試 那其中一人呢 他先註冊 結果沒有想到另外一個人 接著呢 在進行Face ID的臉部辨識的時候 哇 居然解鎖成功 那大家就在討論說 這個Face ID會不會太不靈光了啊 可是呢 在台灣有一對呢 藝人雙胞胎姐妹花 大家都很熟悉的嘛 依依跟佩佩 那依依呢 她也先註冊了 結果註冊沒多久之後換佩佩 佩佩居然呢 是解碼失敗 所以後來兩個人就會討論說 那是不是我們兩個長得 沒有那麼百分之百相像的一個情況 後來呢 依依他又想說不甘心 因為呢測試太久 都是解鎖失敗 依依回家呢 又做了一個測試 因為呢依依他也是 一對的雙胞胎的兒子 就弟弟呢先註冊 然後弟弟註冊完之後的話 換哥哥 哇 解鎖成功 所以到底雙胞胎之間 能不能夠解碼成功 我想這個可能 有許多複雜的一個因素 不過Apple確實他們自己有成 只凡是雙胞胎或者是 12歲以下的一個兒童 都有可能呢 是這個解鎖成功的一個狀況 另外經過國外的一個測試 就會發現說如果說 我們今天拿手機的人 我們身上的配件比較多 比如說圍巾 項鍊等等 他還是呢 還是可以這個認證成功的 也就是說你需要的一個時間 是比較長的 可能本來是1秒 後來呢 可能就要進一步 拉到3秒到5秒 但是導師也有一個測試 我覺得很有意思 就是有些女生她可能會 插這個防曬的乳液 防曬的隔離霜等等 經過測試之後 就沒有辦法解碼了耶 為什麼 為什麼 後來呢 對 後來就有專家解釋說 因為這些含防曬的一個產品 它裡頭有一個成分 它會影響到紅外線的偵測 所以我們女生如果說圖了這些東西 你要用這個Face ID的功能的時候 你可能就要去想一想了 它可以防紅外線 應該就可以防紫外線嘛 對不對 所以如果我要知道 這款防紫外線的Cream功能好不好 我就拿它圖來用iPhone這個 臉部辨識來測試 如果失敗表示這款很好啊 是啊 照理說是這樣 有道理耶 對不對 我真的把這個機器拆出來看看好不好 好 好 我們請拆開可以嗎 對對對 我們看一下iPhone 這支是iPhone X 對 iPhone X 裡面是多一顆電池嗎 其實是同一個電池 它是因為空間的關係 給鏡頭看一下好不好 電池在哪裡 電池在哪裡 這個喔 我們直接拆起來給大家看好了 這個是一顆 兩顆 它這樣子是一顆 這支iPhone X 跟往常iPhone不一樣 就是我右手邊這個是 一般的 六代 七代都是長這樣 包括五代都是長方形的 你們看現在變成這樣 L型的 它不是為了增加電量 其實電量比之前iPhone 8 它還少一點 它是為了要塞那個空間 它把它切割成兩塊 去補那個空間 OK 你現在在做什麼 它現在在做什麼 把它一個一個拆解 一個一個拆解 這個是後相機 相機的 對 所以也就是一般人就是 把對手的手機買回來 就這樣拆解 然後研究對不對 對 沒錯 今天媒體不是就是 把拆解之後 看哪些晶片 是台灣廠商做 哪些供應鏈的廠商 把它找出來 對… 我們就要找到股票 對不對 對… OK 所以你看 這裡面這種 黑黑的這種 也是台灣做的對不對 對… 這個是台灣做的對不對 你現在手上拿那個 就是這次號稱最精密的零組件 這個 就是FaceID的發射器 FaceID 前鏡頭FaceID 聽筒 通通通都做在這個 通通用這個 就是這個 這個壞得很貴 這個壞得很貴 你看嘛 這是鏡頭吧 這兩個剛好是鏡頭 有一個發射器 一個是鏡頭 天啊 第一波供貨會那麼少 也是因為FaceID裡面有個晶片 供貨來不及 這個來不及 這一次呢 來 我們請甜甜 把主機板拆起來 這一次還有一次最大的變更 它因為功能變多了 變精密了 給大家看 這個是之前的主機板是長這樣 這一次它變得又短又小 是因為 這個是iPhone X 它的原理就等於 其實它主機板應該長很大 把它切割疊在一起 一樣也是會省空間 對 所以其實裡面打開是很大一片 所以這個我們把它 從中間切割開來 其實是兩部分的主機板 像這種面板 現在就是大家在討論的是 這個面板對不對 這個面板的維修費多貴 這個 這個 官網是說8000多塊 但實際上 大家 我覺得 跟蘋果 就是要換保固的話 大家有一個觀念 它講8000 我只是單純螢幕 螢幕 我就示範給大家看 通常我們手機 這個iPhone X 我們通常這樣摔 這樣摔 有保護殼 沒辦法 有殼 通常你摔 因為這一次iPhone X的背面是玻璃 我們通常這樣子摔 通常後面一定會受傷 對 邊邊也會受傷 螢幕也會受傷 你敢讓我摔嗎 可以 摔吧 真的嗎 這樣摔 你跟我講 摔一片多少錢 摔一片要9188 你自己摔 你再摔 就這樣 破了 沒有啦 開玩笑 還是好的 我現在怎麼保護殼 怎麼保護殼可以這樣摔 我們正常人摔 他講的9000多塊是單純螢幕 不一定是包括破 破就算其他 通常我們遇到客人去園場 得到的反應都是看得到吃不到 就是你通常邊邊 像我們剛剛這樣摔 邊邊一定會受傷 後面一定會受傷 那個就列入其他損傷 所以是17900起跳 17000多塊 對 那官網上寫9000是什麼 就像前幾天不是有人一買到 才用兩個小時 旁邊跑出紫色的光嗎 外表看出來是好的 都沒有事 但是它是面板內部有問題 那個修起來才是9000多 所以基本上你只要是摔壞的 17900起跳 那已經有人去找你們修了嗎 沒得修 沒有零件 沒有零件 現在主機 本來東西都不夠賣 怎麼會有零件 你本來 對不對 所以大家還是要小心 是 因為這次連後面都很脆弱 它是玻璃的 天啊 真的啊 以前我們要防前面就好 因為無線充電 現在後面都要防 請問一下 它這邊有個瀏海對不對 這個瀏海如果壞掉的話呢 這個基本上就是17900 17900 因為那個Face ID 它跟之前指紋 是一樣是綁定CPU 它是唯一的 現在目前都還沒有被破解 沒辦法修 所以你要換 只能主機板加上那個零件型 但蘋果是不這麼做 它是整支換給你 所以對不起 又是17900 好 OK 謝謝17900 17900 謝謝